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本期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全七段 彭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这盘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网名叫燕归来 他对战Master的一盘棋 这个燕归来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真实中的哪位职业棋手 他是直黑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局 对 这盘棋我觉得 很有代表性 Master让我们知道了 这个棋 因为Master对这个小木 我觉得这是他标志性的一手 对 但是他这盘棋选择的是 小的 这盘棋是燕归来的黑棋 对 他是燕归来的 对 然后他告诉你 Master告诉你 为什么这棋要大非手脚 不 为什么不小非手脚 我们看后来 好 Master他也选择的是小非手脚 这个是方向问题 求我们要注意 因为手脚就是方向是在小木的这一边的发展 不是在就是无油脚的这一边的 也就是说他方向是在这 他如果大非手脚这以后被拦过来了 这个地方不对了 所以说他得走得坚实一些 他手这边是为了对这一侧好 对 白黑的发展方向是在这 不是在这 所以他这个手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走几步大家就明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 这个时候我们也拨拦不紧 双方是一个镜像开局 这盘棋其实燕归来跟Master下手 并不知道对手是一个机器 对 然后我们来看 因为这是开局的前几盘 对 我们来看下一步 来看下一步就很明显了 他告诉你为什么 坚冲 为什么不小微手脚 这里我们也是坚冲 这里我们还是说实话 当Master下手这个标注性坚冲的时候 我看这期我还是很感慨的 因为我们已故的吴大师 吴全阳老师 在说的21世纪的围棋对付小木 是要二连高挂 对付无右脚是要坚冲的 对 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两个决定高手不谋而合 但这步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就给其他门一个推荐 就是对付坚冲的时候一定不要贴了 一定要爬 爬 其实只有两个下 局部而已 因为爬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拆解这个棋 其实这两步棋 白棋我觉得你说获利 也就这样了 因为你虽然外面多个子 不是脚上手段也没了吗 我们变成失控了 学们会看到 其实暂时是不知道想干什么的 他要走就不走了 如果贴的话 不管怎么样去拆解 比如说是这样 这样我们看也是唐人正正的一个 手脚方式 如果有人来撞击你 你会往下立吗 那肯定不会 你肯定脾气不太好了 对 不管去搬哪边 我那么多子 你还来碰我 对不对 对 我不可能去立 我就算实力再不丢 我也会挺头去照顾模样 至少我不会往下立 所以说这个贴其实是 从子肖上来说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建议骑我们爬 就大部分情况下 好 现在黑骑士分头在这 对 分头在这 这个时候还是按照一个既定的常用的套餐在进行 对 然后分头才二 然后马斯特继续告诉你 又一个减冲 为什么要大飞手脚 又一个减冲 它还是贴起来 对 燕归来是有些那个执着 我觉得这时候贴也就算了 其实下一步起了 可以 他再走一周 对 是决定这盘棋走势的一步起 甚至可以说是 我觉得可以说是败招 这步起 就是这步其实败招 因为这步起实在是太难过了 球门会看到 如果是长的话 你在小木也就算了 这个间距还大一些 不是那个脚控就围上了 就围上 你在这以后有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有 他从这从这 都有漏 对 他滑翔进来了时候 你是吃不住他 你得再护脚 他从这就拆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这两个交换就吃不消了 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这两个交换 其实你是不是有点吃不消了 我们看到 对吧 你小飞你 你只跳嘛 然后人家去刺你 然后沾上 你可能沾嘛 对不对 你绝对绝对不可能沾了 就是这步骑是绝对不能瞎的 而且这个时候他两个跳完以后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只有一步骑可以瞎 就是这时候一定要跳这个头了 因为这个地方被盖过来以后 其实我们看到中间已经不对了 就是黑白就不需要为力 全线被动 全部 而且黑骑的骑全部被挤在了下面 这时候一定要出头 只有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堡垒 出了头以后 我们看到暂时对吧 白骑的这两个跳 甚至这两个边他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他有什么好的下法 我暂时是不知道 就是说 至少这样的话 全局还是平衡的 这步骑是决定性的 所以黑骑这个是第十九手 就像是败招的感觉 因为这被压过来以后 当时你还会不会觉得 当这个地方走完以后 相信大家就觉得了 这个有点太惨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了 就没看到你要是拐的话 也不会比刚才那强多少 好像也是就这样了 那点的时候只有盖吗 不是点的时候只有挡吗 就被它盖住了 那你不能跳吧 那你这个兄弟怎么办 你不能把这个放弃吧 那你不放弃你只有挡吗 你不可能去贴的呀 你贴它盖起也行 它往下怼你也受不了 因为作战肯定是不行的 作战这个黑骑肯定是无理了 你都是白子嘛 就是你不只能挡吗 压的时候你已经没救了这个骑 就是你 你只能是二选一了 二选一骑俩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当这样撞击完以后 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们又回到这个原点 我们会看到黑骑的骑非常的重复 对 而且都很扁 这个也是在三路 对 而且被两个跳压住以后 其实中间白骑不需要为什么控 关系黑骑没有 全盘没有什么控 因为这两个脚它有基本控的 因为你这两个脚抵消了 你的这个边夹这个能抵抗 白骑这个中间的势力吗 我觉得明显是不成比例 而且它其实这两个边好像还是白骑的 就这个时候已经陷入被动了 这个骑 这时候黑骑燕归拉还在执着于这个局部 对 这个骑就是当冲的时候 可能骑我们还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蛮开心的 就是真的有时候会产生这种幻觉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字一拿掉 我觉得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会觉得我怎么会下骑下人这样了吗 就是太太重复了这个骑 我们再把这两个一拿掉 这个只是不能原谅了 你怎么会在这放一个吗 就是小飞的情况下 没有应该没有骑我们很喜欢跳这 对吧我走哪 我大跳总感 就是我总之我不可能跳这 这还再被压迫一下 其实这时候我们来看 这两个有什么意义吗 白骑能亏多少 就能看到 基本忽略不计这两个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对 就从全局来说 已经陷入绝对的困境了 然后他再把 把这个头封住 下一步一飞你就残了 你必须得补齐 关键上我们看到 其他我们看到他这样下完以后 以后这个力是一个先手 要不然这点了能大飞 我们给其他我们看一下 点了一大飞就开始死了 所以它力是个绝对先手 你必须得挡 有这个力先手以后 这个点角是没有的 这已经成空了 这就已经成空了 点角他挡在这你肯定死了 效率也是非常高 所以说这这地方成空以后了 我们会看到呢 又回到原点了 我们看到这十个子吧 黑戏 一共就围了这么一点空 大概八亩 八亩 最多再给你算一亩九亩 那一个子不到一亩 这就非常的可怕这个事情 而且潜力是为零嘛 就是这块旗绝对不能谈潜力 现在白旗把中斧就撂在这 然后就开始漏失控了 对 它把你最有可能扩张的 在这块空再给你打掉 这个时候我们就就完全无法忍受了 黑旗的旗全部挤在一起 如果其实正常是跳嘛 如果普通跳的话 这个旗好像还能下 但是呢 我觉得它实际上应该这样跳 因为这样跳的话 有个最大的好处 可以消中斧 对 把中间先给它突破 但确实时空的话 黑旗很危险 那边是20亩 这大概是15亩 加这不到10亩 45亩 加这可能50多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大飞角黑白旗已经20亩了 25肯定是不止的 上面那么大潜力 这地方接近10亩 白旗马上的有基本红35亩 那地方还有停不停 白旗大概40亩 黑旗50多一点 然后白旗中间还有一些潜力 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 虽然是白旗优势吧 但是 金盘旗还能够坚持 实际上它急于进攻 它是飞到这 然后白旗靠 电旗尝出来 关键是你稍微露出一个破绽 因为马斯特抓住了 抓住官 他不是抓住了你的破绽 就是我们常规的说是吃你了 惩罚你了 或怎么样 他抓住你的破绽以后 他才他会弃子 他会弃子转换 这一招我觉得防不胜防 对 他是把自己吓死 关键是 他是基于一个精确判断 对 他是一个这种弃子转身的下法 这就有点防不胜防 他不是说局部吃你 对 我们看到 其实局部其实走在底下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被拖的时候已经 为什么说飞不好 其实这时候还有救 就是他他退回来 我们难看管难看 我们得把这个拖防住 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 就把这个拖顶住 这样我们就能扳了 对 反正这块棋 我就没想吃你 我们就是通过压迫这块棋 把中符给 给消掉了 给消掉 这样的话 局势上 这录了一个破绽以后 这局部已经走不了了 因为扳可以断 请我们看 这已经动不了了 所以扳这他能夹 主要这个口也被突破 我们继续看实战 好 你就看实战是做 对 爬这是无奈之举了 爬这打吧 应该是 走这 走这 对 你扳起来 他打一下 当把你 你把棋子下在里面的时候 请我们看到 这个棋就一塌 大糊涂 他在一断 关于是这些边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如果把这个地方一玩封 我们看中间也吃不消了 其实打在这 对 黑的只能是把它打得重 然后再吃这个 然后他应该是先手便宜两下 打两下 我看像职业棋手 大多数跟Master下棋 都抵不到100手以外 基本上100手以内 就已经吃不消了 现在才五六十手 就这盘棋可能就已经不行了 我们看他把这拍掉以后 确实这个棋已经吃不消了 嗯 然后黑棋还得拐 拜托 对 黑的打吃 白棋粘 白棋粘 先飞出 哎 这有一个火 什么时候 不对 对不对 他先吃了这个 摆在跳 然后冲 就冲了 不知道 刚才摆错了 然后他飞 然后摆在跳 我觉得当看到类似这种棋的时候 你应该就浑身冒汗了 不是他为什么要跳这 其实我 我蛮有疑问的 对不对 他其实完全没必要跳这 然后你补这 我们把这几幅看完 然后他把这飞了 他这个是 因为有刺吗 会有这个刺吗 他会 他担心你飞过来 他担心你飞 他 他只是在 让你的形状好看一些 他只是在联络 飞下面 然后白棋 白棋飞到这 天原 对 然后黑的走这 然后白的往回 往回退 这时候我们看到 就是绕了一圈以后 你再一算肿胀 我觉得跟Mustle在下 最可怕的就是你去算肿胀 当你一算肿胀的时候 你浑身的冷汗就冒出来了 我们看到 这个有这个肺以后 这个也没什么空了 这块鞋也就10目了 这还有各种怪位 对吧 你正常还得补一手 这地方是10目 是20目 我们看那上面 有收器 有收器大概 有30目多一点 就连到这边 据说黑漆的控制没有变的 全面还是50目 那非常遗憾的是 这35是不动的 我们看到对不对 然后这地方有 对我们其实是41 这地方至少有两分之43 然后它有了飞以后 这地方 围出6 7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它已经过50了 你还得补一手 正常你得补一手 它随便踩在边 你盘本就不够了 你不补 这随便一弄 就快继续有 你怎么活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 特别像这些鞋 它都是在安全运转了 就这个时候 把黑漆莫名其妙的又 进入一个 好像大差的局面了 就是这步骑比你效率高一点 那步骑再比你效率高一点 最后你一加起来 一算总账 它可能就已经领先你很多了 对 它没有说是 某一步骑非常的犀利 然后吃你一块机会怎么样 它就正常的推进 然后你就 正常推进 每一步骑效率都比你高 效率比你高 对 我觉得这盘骑 骑游门一定要注意这两个贴 还有这个执迷步步的长 贴一下也就算了 长第二下是无论如何不行了 这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说以后我们面对这个 尖冲的时候可以选择爬 大部分情况下 建议骑游门爬一手算了 好 那我们这番机就先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